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人选完成审查 哈里斯支持率领先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0年8月4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首先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重点新闻 白宫发言人表示当局会在未来几天内 对包括短视频平台TikTok在内的中国手机应用程式采取行动 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指出不清楚财政部 如何从TikTok的出售交易中获得收益 库德洛还提到美国将难以承受再次封锁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先有美联储官员提议美国应该封锁四至六个星期 以助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引发了政商界热烈讨论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访问时表明 美国不可能再度实施全面封锁 他指出如果因为防疫而再次全面封锁 经济将蒙受巨大损失 社会也难以承受 他又对美国第三季的经济前景感到乐观 库德洛又对国会短期内能达成新纾困计划感到悲观 相信总统特朗普将签署行政命令 保护租客免受业主驱逐 对于特朗普日前表示 无论谁收购短视频平台TikTok 美国财政部理应得到大部分收益 库德洛表示不清楚如何获得收益 库德洛指没有任何先例显示 美国政府可以在这类交易中获得收益 他认为特朗普的说法只是显示财政部 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四号表示 中国不希望看到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 进一步升级 自从美国上个月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领事馆 引发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之后 中美关系急剧变化 崔天凯四号在美国亚斯本安全论坛上 透过连线发言时表示 新的冷战不会对任何人带来好处 另外他又提到了南海问题 指中国已经准备好和其他国家谈判 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崔天凯同时也批评美国加强南海军事活动 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旗下的竞选阵营 四号表示拜登正考虑的多位搭档人选都已经通过了严格的背景审查 接下来拜登将会一一进行面试 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加州参议员哈里斯的支持率领先其他的人选 美国洛杉矶市长加塞蒂同时也担任拜登阵营的人事委员会联合主席 在四号透露 拜登将会在未来几天面试大约六位竞选搭档人选 这几位女性都已经通过了严格的背景调查 加州参议员哈里斯 众议员巴斯 还有前美国国安顾问苏珊·赖斯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埃布拉姆斯都被认为在最终名单之上 而多位潜在候选人近日也频频接受媒体采访 赖斯4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他能够带给拜登团队的是20年的行政经验 为美国人民服务 应对危机 寻找解决方案 巴斯在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 试图澄清自己在古巴问题和宗教问题上的立场 他表示自己一生都是民主党和基督教徒 既不是社会主义 也不是共产主义 美国Vox网站在4号公布了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在7位潜在拜登竞选搭档人选中 哈里斯位居第一 支持率高达31.85% 第二名是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沃伦 支持率为26.75% 而苏珊·赖斯位居第三 支持率是16.66% 巴斯名列最后 支持率只有3.28% 距离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还有两周时间 传统上 共和党与民主党都会在临近党代会时 宣布竞选搭档人选 2016年 特朗普在党代会前三天宣布彭斯为竞选搭档 希拉里在党代会前五天宣布 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凯恩为竞选搭档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视门报道 休息一下 带您关注美国各地的消息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三号出席康涅迪格州的疫情新闻发布会 福奇指出 无症状感染是导致社区传播的因素 福奇还表示 护老院 肉类食品包装厂和监狱都爆发过疫情 通过以封闭消毒可以阻止新冠病毒扩散 而一旦出现社区感染 感染病例不容易被发现 很多感染者虽然没有病症 很多感染者虽然没有病症 但可以传播病毒 由于难以识别这些无症状感染者 因此没有办法将他们隔离 追查感染源头也十分困难 白宫疫情工作组协调员伯克斯日前指出 美国多地疫情扩大 已出现社区爆发 另外 美国再生源制药公司表示 正在研发一种抗体药物 渴望预防感染新冠肺炎 并已经开始对人类展开后期临床实验 福奇则对于这类抗体药物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飓风伊萨亚斯在美东时间星期一晚上11点 登陆北卡罗莱纳州海洋岛海滩附近地区 登陆时风速达每小时136公里 东海岸几个州相继进入紧急状态 总统特朗普强调 受影响地区居民应听从当局指引 保障安全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出警告称 局部地区地风暴潮或将高达1.5米 南卡罗莱纳州当局也已下令游泳人士离开避险 北卡罗莱纳州州长库珀 则督促当地居民要谨慎对待 在强风到来时留在室内 纽约市官员3日下午召开记者会 表示飓风移动速度加快 纽约市政府从3日早起 就开始在曼哈顿下城 加装防洪体和沙包等临时防洪设施 市长白思豪称到目前为止 风暴对纽约市的影响似乎有限 但仍然呼吁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洛杉矶比弗利山庄一处豪宅 于三日晚间举行的大型派对上传出枪声 导致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视频中可以看见派对聚集了上百人 几乎没有人维持社交距离并戴上口罩 而在枪案发生之前 警方曾收到派对扰民的报警上门 但仅开出了停车罚单 并没有执行洛杉矶郡禁止大型聚会的卫生令 洛杉矶市消防局公布 4日凌晨12点45分 警销部门赶到比弗利山庄木赫兰道13200号的街区 发现三名成年人中枪 随后被送医救治 其中一名35岁女子伤势严重 最终死亡 另外两名男子情况危机 还有一名伤者自行开车到医院求助 伤势稳定 洛杉矶市警察局调查认为 这起枪击案与帮派犯罪有关 目前尚没有逮捕任何人 警方督促知情民众拨打提供线索 内华达州一项关于邮寄选票的新法案 本周由州长签署生效 法案规定今年大选的选票将通过邮件寄出 以减少新冠疫情在大选期间传播的风险 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就此提出诉讼 特朗普指出缺席投票运作良好 但全美邮递投票对国家是极其尴尬的事情 他批评内华达州议会此前通过法律 准备在大选前向每一位选民邮递选票 特朗普强调 他有权利就邮递选票发出行政命令 但目前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华盛顿政府很可能在本周正式提出诉讼 特朗普发推文 抨击民主党籍内华达州州长 借疫情窃取选举并形容这是政变 为应对疫情 美国多个州计划扩大邮递投票 但特朗普近日多次质疑 邮递投票容易出现大规模舞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证实 哈尔滨市一家食品公司的仓库 部分楼体大面积坍塌 多人被困 现场满地专事瓦砾 黑龙江省投入350名救援人员 全力展开救援工作 确认9人被困 截至晚上7点 亦导致刺呈灾害的建筑物拆除完毕 安全救援通道也已经打开 现场搜救出其中的4名被困人员 其余被困人员正在紧张搜救中 目前事故房屋所有人 乘租人 出租人均已被控制 哈尔滨市已经启动事故调查 据悉 坍塌的仓库一共有四层高 据报公司经营范围为冷藏租赁和副食品经销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4号回复记者查询表示 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法国停止批准 与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 发言人表示 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法力 法国政府为达政治目的 以中国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为借口 宣布停止批准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 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特区政府对此强烈反对 发言人指出 法国政府停止批准移交逃犯协定 让犯罪分子继续有机会逃避法律制裁 法国要就此向国际社会做出交代 在台湾政坛爆发跨党派贪腐案 多名前任现任立法委员都涉嫌集体收贿 检方调查后为防止串供逃亡灭政 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积押 法院4号裁定 民进党立委苏正清 以及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和陈超明等人 积押境界 凤凰卫视综合爸爸 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财经方面 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小幅造好 市场仍然观望国会防疫救济方案的进展 大盘受能源类股带动向上 纳指继续创新高收盘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主要估值在全天 维持整体走扬的态势 但是全天都是维持震荡格局 那么今天投资人高度关注的 仍然是最新一轮的企业财报 并且权衡新冠疫情对企业盈利 带来的最新的影响 另外美国疫情的进展 以及最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 都是在近期提振了整体的市场情绪 而在本周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包括非能界数据 都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那么在道指方面 今天人是受到了一些大型成分股的提振 那么比如说今天是包括波音 在内以及能源企业雪佛龙 埃克斯美孚 陶氏杜邦 都是全天维持非常明显的涨幅 那么涨势都是在2%到3% 那么道指盘中 今天科技类的个股 是普遍的表现不佳 昨天涨势强劲的微软 今天盘中一度是下跌超3% 另外呢 其他的一些科技类个股 金融类的个股 以及一些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 比如说沃尔玛 沃柏连 耐克等等 今天的跌势呢 都是比较明显 而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科技板块是全天 维持基本走平 并且小幅下跌的趋势 那么同时呢 今天传统的必先板块 则是表现不错 包括公共事业板块 房地产板块等等 今天的涨势呢 都是比较强劲 另外能源板块在今天 也是录得了比较明显的涨幅 那么在昨天表现不佳的 消费品行业板块 今天呢 也是维持一定的涨势 不过金融板块 医保板块 在今天呢 则是全天维持一定的跌势 而电信板块 在五盘是一度下跌 那么也有气候价格 以及黄金气候价格 今天都是强势走高 而美元指数 则是小幅的攀升 那么在五盘过后 是基本走平 那么以上就是 今天二美国股市情况 放后会是陈青伟 纽约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由TD Ameritrade 德美利证券提供的 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德美利证券赞助播出 社区工商方面 由IYF举办的 2020青少年夏丽营 即将于8月6号开营 从学前班到五年级的学生 都可以报名参加 今年的夏丽营 虽然以往年有所不同 但IYF的老师们 精心准备了各种 有趣的课程和活动 保证让小朋友们 学得开心 玩得过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章 banned 全球财数 老师 诀明 商分 IYF青少年夏令营已成功举办过很多次 借助夏令营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教育课程 帮助青少年学习了心灵的成长 也学到了与父母朋友的沟通方式 今年的夏令营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8月6日至10日 8月11日至15日 从学前班到五年级的学生都可以以报名的方式参加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